香港队在未来的亚洲杯外围赛 最后一轮会作客朝鲜 这场球是港队在金盘坤辞去教练之后的第一场A级赛事 如果赢了就能够打入2019亚洲杯的决赛周 这场生死战可以说只虚胜不许败 港队目前在分组赛B组排第三 只要击败朝鲜就可以计算1968年之后再到赛入决赛周 不过港队上次主场就比朝鲜逼和1比1 今次远征平约都是一场硬仗 朝鲜这场球基本上他们很激动 体能化和活动范围很大 特别是海外球员回来的突破能力也很高 所以我们要很留心要很注意 我想要留意朝鲜前面方面的攻击能力 其实我们不能给他任何机会 上一场主场时防守得很好 但是下半场开球不久就有一个 不太集中的情况就让他把握 所以我觉得作客这场球一定要集中防守 除了小心朝鲜的功力之外 港队还要面对一连串的客观因素 例如可能天气上 我们香港现在都是十几二十度 但那边可能是十度以下的 就是说 幸好都是五点几踢 如果太厉害就不要 但当然是十度八度我们可以的 当然是要看球场 因为我们球场全部踢防真草的 全部防真草不是真草的 所以我们北京集分 全部都是用防真草的练球 他们的球场应该全部敷衍 很爆裂 所以我们要克服到 别人主场涌顶的呼声 这场球虽然作客 但也一定要赢球 去取得出线权 廖sir这次点兵加入了三个新面孔 今季在球会有稳定演出的刘鹤铭 就是其中之一 看来是逐步为港队未来接班 其实自己很开心可以入选大港鞠 因为之前自己入选B队 都是踢贺水杯、省港杯 甚至是国家投资赛 但今次真的入选A队 去代表香港队 作客朝鲜去踢亚洲杯 自己是觉得很荣幸的 港队液水仅仅三个月 就要面对这场生死关键战 不知道一群球员的适应情况又是怎样呢 其实适应情况不是太难 始终辉哥其实一直都有跟香港队 去不同地方比赛 他之前也有带过香港队 我觉得虽然换了主席 但其实很多内容上的东西 其实没什么大改变 我们球员在适应方面没什么问题 加上很了解每个球员的特性 希望可以在接下来逐客朝鲜的比赛 可以令球员发挥得更好 同场的焦点 还有不上沉迷新天地的徐宏杰 中甲重新开罗之后 阿杰已经连续两场为球会踢足90分钟 表现还获得不少好评 其实水平不是差很远 因为上面是用两个外环 这里香港是四个 所以水平上不是差很远 但是节奏真的有挺大的分别 中阶的经验 其实我都说是比赛是节奏快 相对北韩 就是朝鲜他们都是这些踢法 快上快落等的踢法 所以希望自己可以… 对,可能适应了一点 然后习惯到这些比赛的节奏 港队目前已经飞到北京进行集分 然后再转飞平壤 备战一场亚洲杯外围赛 我们齐齐拆起港队 祝愿他们能够出线决赛周 谢谢大家